几日,有网友在机场偶遇歌手林子祥,当天他身穿简单朴素的公装上衣,装扮十分低调,略微宽松的衣服,却显出奇迹久度难。 从也不特写来看,林子祥的脸上全是岁月留下的沉淀,皱皱巴巴的纹路和灰白头发,都让其毫无一丝精神风采。 如今的林子祥已经72岁高龄,但这个殿堂级的歌手,却似乎已经逐渐被世人遗忘。 林子祥先少会出现在公众面前,不过就算是露面可能也不容易被现在只关注偶像的年轻人们练出。 作为老一辈的歌手,实际上,林子祥在音乐上的成就十分了得,1994年就获得金针奖,这可是香港乐团的最高荣誉。 她的歌曲传唱度也很高,像是在睡一方,分分钟需要你,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。 但林子祥的婚姻可不如事业那么顺遂,她经历了两段婚姻,前妻吴正元,曾是华纳唱片公司香港区总经理,在音乐上帮助了林子。 想许多,但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十多年。 第二任妻子是著名歌手叶倩文,让人因和唱重逢而相识。 今年,林子祥在香港宏馆迎开舞场演唱会,众多明星到场,有莫文位,周慧敏等等。 5月7日是林子祥开的最后一场,妻子叶倩文也上台给林子祥入阵,两人状态都非常好,在台上又唱又跳。 如今,林子祥生活十分幸福,已经72岁的她,不知道还会不会再登场演唱,网友们也都期望她可以再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